那麼在這樣的話 你有資金 你有技術 然後你招幾個人 然後在試驗室就開始動了 如果動得好 那你就發了 就像你去了一個賭場一樣的 那你發了 因為為什麼發了呢 一個大資料公司 它又收工你啊 或者你去上市啊 上市不就發了嗎 我這個悄悄把股票一賣 我掙了錢了 哎呀 這位子沒問題了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這種方式現在不是太流行了 說不定在實驗以後 它又會回過頭來吧 我們採取的是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就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市場需要 我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資金 然後呢 我們就馬上做成一個產品 一個服務啊 這麼 就賣了 首先要考慮就是生存下來 生存下來是關鍵 然後你有賣了有錢的話 你再擴大生產 這樣走成一個兩性循環 你的企業會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你當然做到一定的程度的話 你將會做到一定的程度的話